她是很爱吃 所以家里肯定是又让她吃 又也是怕她胖 今天这个正好买到这个螃蟹了 新鲜的 然后就给她蒸了螃蟹 螃蟹不长肉嘛 也能够有点营养蛋白质 这这个给她熬的鸡汤 嗯 谢谢 你其他的东西自己长了啊 关小彤这个名字 早已不再是一个生疏的存在 这位90后小花从4岁时就已经出道 如今已经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已经26岁的她 已经成长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能够独当一面 当刚大梁 她与周东宇 杨子 并称为三小花旦 单看作品 周东宇是史上最年轻的三金影后 杨子是童星出道 家有儿女 战长沙 欢乐颂 除了圈内人缘极好之外 还顶着一个望男主的称号 谁跟她合作水火 而关小彤却让人意外 毕竟这么多年她没有一部爆款 加上大多都是女儿角色 因此她的演技也备受观众质疑 而她也吸取教训 认真钻研演技 努力学习表演 作品质量也确实有所提高 与陆寒的恋情更是大大增加了她的热度与流量 一位曾经的顶流男星 一位名声褒贬参半的金圈格格 当他们宣布恋情时 社交平台的服务器竟然全部崩溃 瘫痪不堪 当其他明星一个个的更换恋人之时 年轻的明星情侣陆寒和关小彤 已经不知不觉地相伴了七年 众人也都从不看好到为他们送上祝福 关小彤的身材一直都是她引以为傲的 毕竟她颜值相比较于娱乐圈其他神言来说 不是特别出众 但是关小彤有自己独特的出圈方式 一双号称一米二的大长腿 经常霸占热度 为关小彤加分不少 还记得早年的关小彤经常因为造型问题被吐槽 不知是不是因为怕冷 以前走红毯会有白色墨胸礼服搭配黑色秋衣秋裤 加上过分成熟的妆容 网友犀利的评论 她的造型师似乎更喜欢暴露她的短处 虽然关小彤不缺硬件条件 例如长腿成熟的身材 但是错误的妆和妆容会影响她的形象 直到在王牌对王牌的节目中 她可以最大程度地展示自己的美貌 在那里装造风格百变 贴合她的风格 让她的美貌倍增 曾经清新自然的小仙女关小彤 如今的形象变得更加深邃性感 仿佛是从花季少女一跃而成的时尚女王 关小彤一直在追求时尚潮流 不断挑战自我 自从她放弃甜美少女丰厚 出圈的造型就越来越多了 前不久网上有一张关小彤的泳装照片火遍全网 纯黑色的搭配尽显成熟 最吸引人眼球的无疑是那双大长腿了 关小彤的两只腿盘在空中又白又长又细 网友看得都不禁直呼 这谁招架得住啊 好羡慕陆涵 其实关小彤是属于一胖体质 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身材比例 主要还是因为她平时就注重坚持锻炼和控制饮食 不放弃任何跑步的机会 经常在健身房锻炼打卡 而且饮食上也选择低热量的食物 也正是由于她自律才一直保持90斤的状态 腰细 腿长 适时打时的完美好身材 好